抱起狗狗希望借着他 让自己在够年 能够一举入主新北市府 不过老兄啊 可别玩得太高兴 别忘了你的人物 碰上热情的民众 合体匕首式助攻 要拍照的老少男女 统统拍 还有猴粉 要求在衣服上留下树迷 抢攻蓝绿决战的板桥 侯友宜留下足迹 到此一游 证明自己有来过 因为上周才到土城市场扫街 对手苏貞昌却立刻回房 不是从现在开始扫 在半年前就陆陆续续再扫了 所以扫了很多了 那其实扫街对我们来讲 已经变成一个习惯 在一个选举场里面 经常做的这个选举的一个活动 不只扫街脚步 谁先谁后 谁能让选民留下深刻印象 都成为焦点 就连谁比较会治理城市 也持续隔空矫正 老舰长明明知道民营是反对的 他就要支持蔡总统那院长 要来去深澳燃煤电厂 一个没法守护新北市市民的健康的人 不用他说以我躲城市治理 如果他说你躲在后面不敢见人 我站在这里 直接回击对手在全蛇站之余 侯友宜也回归主战场 要用友宜的手拉容人心 固者扫街可以不小心跌一跤 但是打选战可就得步步为营 不能出任何差错 环宇新闻检狱林辰宜中 新北市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